台湾网络论坛PTT上 有网友在2019年最后一天凌晨 贴出中国武汉发生不明肺炎群聚感染的讯息 这篇文章成为台湾防疫超前部署的关键 指挥中心记者会后 发言人张仁祥回应媒体提问 表示当时PTT文章转贴武汉市卫健委公告 要医院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病患 加强诊疗收案 台湾机关事务在看见PTT文章当天 就开始做相关准备 寄信到中国CDC世界文组织这边 就是请他们针对这些讯息来做个一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再提供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到了晚上我们就开了6点左右就开了记者会 然后也针对武汉的直航的班机做这个登机检疫 而台湾目前防疫成果全球有目共睹 成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李中宪在脸书指出 这就是战争战争最重要的是超前部署提前应付 中共掌握世界卫生组织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很重视标准化作业程序 结果被害惨了台湾运气好因为中共一直整我们 这就跟人体一样病毒你要对它有训练有接触有抵抗力 才有办法对付它盼望借着这次疫情全世界有所觉醒 体悟到中共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危害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灰猛黄烟灵他们才被报道